不憑不黨,對視對人 中間人,李慧寧,郭志仁,左右大局 七點之前,我們與港隊的陳少奇談完 七點之後,都要回到政治圈 民主黨昨天在會員大會上正式表決 說會不參與五區總辭 社民連今天也開了記者會,說他們會預期去馬 不過公民黨要等明天晚上的執委會 下一個最後的決定 電話裡有公民黨的梁家傑 梁家傑,對於民主黨昨天會員大會的決定 大比數去反對五區總辭,是不是意料中事? 我很尊重民主黨的決定 因為每一個政黨都有他自己的歷史 他自己的考慮 所以我其實是沒有情緒的 在這方面 不過那個比數,八比二 是否比想像中高了? 我沒有似圖去想像 因為我現在… 現在要處理的事情 就是當民主派的老大哥不參加這個新民主運動 不去參與其中的時候 當然我必須要承認去啟動整個新民主運動和群眾運動 是增加了難度的 一定是的 那現在問題就是在這個困難的面前 我們是應該怎樣去形難而上 去真是處理好它 因為現在我感覺到 我去區裡面那些街坊 其實他們都覺得是被人耍耍的 被誰耍耍? 被政府耍耍 我覺得二十多年 你廣東廣西 顧左右而言他 你帶我們遊花園 其實真的沒有回應到香港人簡單的要求 一人一票公道些 我那一票跟李嘉誠那一票一樣 那麼簡單的 街坊就是這樣想的 即市民是想做些事情的? 我覺得這個要求 這個訴求越來越強烈 但是市民是想做些事情 但是不一定要五區總辭 你可以去裸跑 可以去跳海 可以去簽名 裸跑 不過你是在旁邊看 你之前說過的 不是 裸跑我當然是在旁邊看 我裸跑是趕客的 但最重要就是 這些是沒有互相排斥的 即現在市民的無力感 是漸漸是罹慢的 也都有一種無助 有一種好像認命的心理 如果這種心理你要克服它 只有你是能夠再用一次0371出來走的精神 去投入一場新的民主運動 群眾的運動 我自己暫時想不到另外一個運動 是被這個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是更有效的 但是余若薇曾經說過 她認為團結是很重要的 是 很希望這麼多個泛民團體 一起團結去做一件事 如果不能團結做這件事 大家一起團結做另一件事 所以民主黨昨天的決定 會不會影響公民黨對於五區總辭 都會真的停一停想一想 公民黨我暫時不能代表黨說話 因為公民黨的執委會 將會在星期二晚召開會議 即明晚 直接參與爭取民主 當然我同樣會呼籲 希望市民元旦出來遊行 希望做簽名運動 我一樣會呼籲的 但是我同時 我就說我想給大家一個機會 透過五位議員的辭職 製造一個機會 大家在四個月五個月裡 聚焦去討論 為什麼功能組別 是一個必須取消的 一樣東西 有功能組別 就是假普選 這件事 我們一定要透過一個 比較科學的 一個可以用行動 直接參與的方式 是給市民去參與 去克服這種無力感 這種認命感 即是說公民黨執委會 明晚開會會有個決定 但你梁家傑個人 就不希望停一停想一想 你就希望可以預期 按個計劃去繼續 這個五區總辭 是啊 但是明晚那個執委 是不是真的有那個決定 先 這個要我看看執委會 怎樣討論 因為執委會有二十個人 我只有一個人 因為我怕就是 明天執委會 其實決定不了你們 做不做 最後其實通過就是 公民黨應該做一個 大家都覺得好行的方法 其實都是無靈兩可 最後就是大家 好像等下 我等下 看看接下來有些什麼 再決定 因為社民議員 就說了二月就會遲 現在好像你們 公民黨走到這一步 你感覺到我們是無靈兩可嗎 現在去到這裏 因為之前我們就說 譬如跟黨徽談 他就會說 看看有沒有一些事情可以一起做 譬如明天開執委 那會是真的決定做不做 還是決定日子 還是怎樣 我不想浪費你們的時間 去討論一個 明晚八點鐘 將會公之於世的答案 但是梁家傑 今天港大出了一個民調 就是說 在這個對於五區總辭的問題上 其實反對的市民 是大比數 就多於支持的市民 支持五區總辭的就是26% 反對的就是51% 這個民調 你覺得對你來講 有沒有一些 任何的參考價值呢 有參考價值 因為你落區 一直都覺得市民 是想你做些事情的 有參考價值 而這個民調 參考價值就是 我們要加一分敬 加倍努力 去向市民解釋 這是什麼的一個 新民主運動 即是你覺得市民 現在是不夠明白的 我覺得我們要做多很多的功夫 去令到市民明白 有功能組別 是假普選 假設明天開會 決定要做 如果到時九龍東 你出選 如果最後發覺 華叔和李華明都說 不會支持 那你的評估 勝算會不會低很多呢 這個群眾運動 那個對象 是群眾 決定他勝負 也是群眾 決定他成敗 也是群眾 我經常都記住 我從群眾來 我一定要相信群眾 所以這個 我再次呼籲 不是一個普通一般的補選 這個是需要大家 用0371出來走的精神 再次投入 一個新民主運動 0371不是誰人呼籲 叫市民出來走的 而是市民發自內心 當時覺得大家要挺身而出 出來走 所以剛才你也很強調 你很重視群眾 群眾精離 群眾中去 現在可能社會 用很多民調 或者坊間的反應 都感受到 其實市民 是未去到 覺得現在需要用這種形式 我想問 如果最後 你今次說 這個民調是第一次出 再多看幾次的結果 如果最後的結果 都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有清晰的民調 告訴你 市民是反對五區總辭的 多過支持的 那你會不會不做呢 你會不會接受群眾的意見 李慧琳 如果這個運動 測試它的誠與敗 是在投票之前那一天 或者是投票那一天 現在距離那一天 還有五至六個月 這五至六個月 是我們要盡我們每一分力 去講給香港市民聽 即是無論怎樣你都做的 不會說現在市民 你這麼強調的群眾 但其實你現在是下了一個決定 無論群眾怎麼理 你都會去 現在這個運動是未曾啪著的 我們現在要去 是要去啪著這個運動 你現在未曾啟動這個運動 你已經說 沒有了 市民一定不會接受 我不是說沒有 而是我說 如果市民很支持 那我當然可以去 但我說如果市民不支持 你去不去 但你說如果市民不支持 你就啪到市民支持為止 你的說法是這樣 支持和反對 其實是要有一個基礎 如果我現在的判斷 就是因為市民現在真的生活逼人 很辛苦 那永遠都是 那現在政府的方案 就是政府開動最大的宣傳機器 有它說沒有你說 我們現在做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 正正就是要有一個焦點 在未來的五六個月裏面 能夠抗衡政府的這個宣傳機器 將這個問題 即是我們現在說的 就是爭取真普選 取消功能組別 是高度聚焦 令市民不斷討論 然後去到 投票那天了 你就可以用你的一票 身體力行去表達你要取消功能組別 這個明白 所以我們就說邏輯就是 就算明天有個民調 九成都反對 你們都會照做 希望就可以扭轉個局勢 就是你們希望就是 透過活動扭轉民意 是不是這樣說 05年的方案 有六成半的香港市民支持 是支持這個方案